位置发你了那咱们待会儿见 哎快帮帮忙帮帮忙啊 哎呃好 啥子你那么大岁数都有家事了 骗一个小姑娘不太好吧 这你这臭小子你说啥呀 我这听我儿子去分线 快快走走快点我又迟到了 阿姨人家这俩小年轻的事 你看一下参赞什么呀 你看他俩应该在一起很久了 可能是闹矛盾了最近不联系了 这臭小子他也不知道挽回 多好的姑娘啊 我这当娘的着急呀 啊 儿子 我把你喜欢的姑娘约下来了 就在运异公司附近 你快下来快点 听你的声音 一点点清晰 哎 那个是吧 我可以 他那衣服挺贵的吧 他那个包也挺贵的吧 要是阿姨您下不定决心 我们就再送您回去 妈 你们干嘛覓里掌和我身上 我 不是 我是他家佑人 妈 对这就是我妈 没事妈 其实 我跟周晴早就提分手了 这不赖你 他是高学历研究生 而且长得还好看 追求者一大堆 我就是一个提升价器 好消瘦的 我以后不想让他陪我一起吃虎 我根本就配不上人家 不是 是妈咪 有 有鬼四季 月而明 风而清 可是你 你在敲打我的窗里 听到 阿姨 抱歉啊阿姨 我不知道你会来 这是给你买的围巾和手套 现在天降温了 大冷天的 您在室外工作 要注意保暖 来 拿着 给我撒开 薛明浩 今天刚好阿姨也在现场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我不同意分手 你别说些什么配不上我的废话 你努力 上季 还对我好 我凌晨胃疼的时候 去给我买药 大夏雨天 暴雨来给我送散 这些对我来说 比钱重要一百倍一万倍 更何况 还有阿姨这么好的婆婆 我可不想被其他女生 记录先弄 你愣着干嘛 薛明浩 你 骑我吧 我说 薛明浩 你骑我吧 我想念是凋谢的 你 穿着风也飘向你 降落在你耳边 比云 像沉默的打自己 我温热的情绪 借不住 房子车子都归我 这本来就是关钱财产 孩子也归我 你现在这样 我也是为了孩子 小小 爸爸最近比较忙 你跟妈妈住 爸爸 你不要我了吗 爸爸怎么会不要小小呢 爸爸最近事多 我忙不过来 等爸爸再回来 给你带你爱吃的糖糊了 好不好 阿公 嗯 阿公 大哥这 没事 没他还有别人呢 大哥 你确定人会帮咱 老张是我发小了 再说了 以前我可没啥帮他 没问题 老张 是我 弟妹 老张在家吗 张文 谁啊 哎 千儿哥快去 千儿哥找个啥事 老张 最近我遇上点事 你能不能救 张文 张文 咱家桥树放哪儿了 张文 你就跟他等会儿吗 再等会儿就完了 倒霉东西都费家里了 你赶紧弄出去 在这身上怎么办 快借个钱而已 找到以前没保护人 你客气 自己贴的上下一碰就想给钱 自己家都派交开锅了 我上哪儿就给你弄去 还有个学费 霸灵药费 还有暖气费 哪个不是钱 真真的不用过了 啊 你还想不想过了你啊 张文 没家有没家的难处 没事儿 我再找别人 哎 老何 我老全 我最近 哎 老刘 我老全 你 不好意思啊 哎 这个钱呢 花得下个月 爸 小小 小小 爸爸 我们不要讨葫芦了 以后也可以吃的再少多点 我们早点回来了 小小 你听话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大哥 没事儿吧 我就想和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 有一个完整的家 咋就这么难呢 大哥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关关难过关关过 咬牙坚持一下就能想过去了 来 这可不是我给你的啊 我看你光顾着吗 有多久没有收拾下自己了 来 把胡子提一下 整理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往前走啊 这么多钱 你是从哪儿 我混钱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我为啥跟你分开 你 爸爸给 爸爸不吃 小小自己吃 爸爸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香葫芦吗 因为如果太酸的话 我也会受不了 太甜容易不牙 有酸有甜 这样糖葫芦才能好吃 小小说的对 有酸有甜才有滋味 再说了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日子 就不吃了 好 我可以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就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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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了